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来 你尝尝 夫人 尝一个 傅君 卫生巾还做不做了 健身急着用呢 你先对付用两天吧 过几天有工具做 快尝尝尝尝好吃 健身来月月了 什么 来月月了 这什么 周大夫不是说你有喜了吗 她是这么说的呀 难道大堂的女人怀着孩子 也来了一嫁 怎么呀 夫人吃夫人都难吃 夫人 你是吃不惯这个山二吧 好 下次我给你做烤鸡翅吃 对了 你喝羊奶也不行的 你怎么吃那么高兴啊 爱吃 都拿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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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早点睡 别出来了啊 就知道心疼二女 也不管人家死活 没有 老爷 夫人 周大夫刚刚使人来传话了 她说 说什么呀 她说她回家想了想 夫人的脉象好像不是怀人的征兆 她把医术的条目给弃错了 她把医术的条目给弃错了 这个老兽医 她到底还能行不行啊 哎 有没有 啊 哪儿呢 别伤心了 夫人 早晚让你怀上啊 哎呀好山的味道 快点去洗 姐 拿门死了 你管车 拿门死了 好啊 你讨厌 好好 我去去去去 疼死了 夫君 怎么样 讨厌 还有味吗 这个周大夫 要说可恨还真是可恨 遗数不禁还煞有解释 要说可爱吗 也算得上可爱 知道自己错了 还差人送个信来 听说原来周大夫是兽医啊 怎么看着看着 就给人看上命啊 他家祖上 是在口外给生猪瞧病的 手艺是家传的 这长安城 毕竟不是大漠草原 没那么多牲口 这才起了转行的念头 老爷 夫人 赶快过来看看吧 二夫人她 怎么了 快快快快 快来看看 二女 怎么了 肚子坏啊 是不是吃羊肉串吃的 那么吃能不坏肚子吗 这孩子 怪可怜呢 好歹也算是个贵族人家 连个烤串也能吃成这样 喝几次了 五次了 有没有谢丽婷 谢丁锋什么 去端饶盐水来 要温的 哦 是 我查闻到 好患加不住三波西 这都五次了 甩得了啊 还不是赖夫君 现在倒跑来装好人 就没见过那样吃羊肉的 小侯 月盐水 来 喝点 喝点 再喝点 再喝点 你让她躺下吧 她把她去的 小军 别说话了 拉锡都堵不住 若君 若君 我天都亮了 你好辛苦吗 看你虚子 说话都会紧 来人呢 你练了 去给二伯人弄杯 冷奶吧 热的 好 今天啊 秦玉要过来上课 我得去过去给她讲算数 你呢 喝完奶就躺着 这都我给老四烧个信说 就说给你放两个架 这两天你也累得够巧 趁着拉锡我锡两天 夫君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好汉都架不住三破锡 她能架得住吗 可怜的 夫君 齐郡主约我去南山观景 你说我去不去 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不然去看了别白看 也做几首诗回来 那个王国伟不是说过吗 一切景语皆情语 王国伟是谁啊 男的 一个才子 才子啊 哪个才子 不知道不知道 就就反正你就记住吧 去了多做几首诗就行了 那你好好养着 谢谢夫人 麻烦夫君照顾了 不行吗 坐吧 登録官 赞 好 休息 好好乱 丰富 是夫人的马车 是 夫人去南山游玩 子豪兄没去吧 没有 好 来 为何说话如此节奏 向来 好好好 照顾好 夫人 小侯爷放心 小蝶 我问一下 和夫人 您还是躺着吧 帮我舒息 不许您都这样了 我躺着不舒服 你帮我舒息一下 我要去听夫君讲课 现在是中秋天气凉爽 子豪兄你拿着一把扇子 做何用意啊 妈的 你说我拿扇子干嘛 这孙子一根就一根了 老子随口一说 你还真往心里去 弄得我抽也不是 不抽也不是 扇子 我扇子 扇 扇 扇 子豪兄你这又是何意啊 难不成你想 吹散这伟人的仙气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当这是扇子 我当这是戒人 学生要是不听话 老师可是要打手把 为师此举 正是将伟人的精神 发言光大 子豪兄你不会是 真想打我吧 是 老师 老师打学生天津地啊 你那么虚弱 你跑出来干嘛 二嫂夫人安 还好 四叶巡卫不是外人 你就送那听吧 好 王夫人你看 这就是招无效为李将军的宰子 皇上把它外放隐瞒了 夏月就算了 这会儿正着急出手了 真是好地方啊 我带你到那边看一下 数学乃数数之学 是从天地万物自然法则里边 抽象出来的具有科学属性的一种基础科学 算数是最最最最基础的数学 长安城的达官显贵大多都有这样的宅子 每年春秋两季过来休闲一下 你看着周围山轮起伏景色一人 空气也好 带上一家人过来住些日子 春季可以踏踏青 秋季呢可以围猎 是舒服得很 那郡主也有这样的宅子吗 我的宅子嘛 在西深 风景到底还可以 甲乙饼三个冰团 都需要消耗粮草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储备有 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万粮草 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 甲乙饼三个冰团 应该各分多少粮草呢 话说每个冰团的人数比例是二三四 你给我算算 这个粮草 我 我在战场上也分过了 可是今天又算不出来 小弟愚笨 实在没有办法平均分配这些粮草 你确定你没法平均分配这些粮草吗 无法反配 这是个错题啊 难道这是个错题你看不出来吗 知道就好 但是下次我希望你碰到这种题 你就直接跟我说出来 你别装个衣服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你糊弄谁呢 我希望你将来对待你的下属 对待你的学生 也能像我对待你这样 直接指出他的错误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思义啊 切记 是 是 学生谨遵教诲 好了 今天这个课就上到这儿了 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 柴草的分配 好好好 那学生就先行告辞 我就不送了 妈 哎 傅君 你干嘛给人家出个错题啊 我就是要考验一下 这小子的智商啊 连个错题都分辨不出来 还学个屁啊 梁草 平均分配 错题 错题你要分个球啊 小姑爷慢走 走 二娘子 小侯爷呢 跟二夫人出去了 他们俩干嘛去了 夫人 小侯爷说出去转转 她说自打得了失忆病以后 再没到附近庄子里转过 那他们去多久了呀 一大会儿了 估计快回来了 夫人 您有急事 要不找人去找上 好 快去 来 你看我干嘛 是不是约我卫生巾了 没有啊 山子 怎么了 翻山月 跋山社会 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桃窑深处 你猜怎么着 终于 终于我踏破铁鞋无密处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小侯爷找到了 他说晚饭前回来 好 好 好 你没清掉的女人 怎么不激动呢 夫人 今天南山好玩吗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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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跟谁怄气呢 夫人 又跟谁怄气呢 夫人 夫人 夫人今夜去哪儿了 让妻生等得好着急 还是这个朝代的女人脾气好 根本就不用哄 我们所长家里的那个娘们 要是怄气 能一个礼拜不跟她说话 我那个前女友 小兴子拾起来 更是没完没了 十亿以来 我一直没上周围的庄子上转转 今天带这儿女婿转了一圈 夫人 妻生有事跟你商量 啥事啊 说 今日妻生跟齐郡主 去南山看了一座园子 园子 怎么了 只要午宵未要外放 妻生看过了 顶不错的园子 但要不要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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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妻生这就叫人去领地契 九百两银子 但是天色这么晚了 明天吧 都怪夫君 要不是被夫君耽搁了 这园子今天就是咱的了 今天 明天都是咱的 初红 好 小心点啊 还干这个呢 还要不要 没什么 夫君 夫君 还满意 满意满意 这满山边也都是园子 刚才那几个园子 都是谁家的呀 咱们刚才路过的第一家 是柴郡主家的 第二个是公孙夫人家的 咱家的位置啊 比她们的都好 是吗 跟蓝临公主都是邻居呢 蓝临公主也在这儿 这也忒巧了点了吧 川子 这个 来到那边去 多亏了齐郡主 要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 九百两 人家是不可能卖给咱们的 是啊是啊 我夫人多聪明啊 夫人天资聪明 才貌双全玉满长安 谁敢不给夫人面子啊 不行 小心点 谁磕着了 别摔倒了 这个聪明 你看 我怎么说你的 王兄 王兄 公主殿下 怎么是您啊 怎么不能是我呀 公主小心 找死了你 我不是故意吃你豆腐的 猪死 猪死 疼吗 疼 知道疼就好 谁让你刚才也弄疼我的 刚才多危险啊 公主你出来打猎 怎么也不多带几个人啊 还提刚才 这样不好吗 走吧 去我园子里待会儿 慢点啊 夫人 咱们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啊 当然 这儿环境这么好 不住这儿住哪儿啊 嗯 那我去收拾一下房间 打扫一下就行 日子还长着呢 这张武校尉啊 真是个讲究人 只是送了他几瓶酒花玉露 就把家具和摆设全都送给咱们了 夫人 这张武校尉是个什么人啊 这么阔绰 是个武官 不过这园子 都像是文官的风格 亭台水泄院补花枝什么的 好一处幽静的所在 嗯 小蝶走 咱们收拾房间去 哎 公主殿下 公主 公主殿下 别公主公主的 听着身份 哦 你这个山庄啊 挺幽闭的 适合带朋友来喝点小酒 赢个诗什么 那可不行 这除了你 还没有别的男人来过 你给我说说 是怎么教秦玉那个学生的 听说你在教他什么 算术 算术是什么 算术就是数数是学 嗯 公主要是感兴趣的话 那天其遇到园子里去上课 可以一块去听听 湖里有水 给我倒一杯来 嗯 这天色还早 陪我说会儿话吧 这环境虽好 可平日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看什么呢 好好好 给我 过来坐吧 你是有些热吗 你俩怎么看着你 没法试着呢 我看我的 你施展你的 有什么相干吗 那我就动手了 杨军 你带什么运呢 没偷过呀 可能是不行了吧 这条路最好重新铺一下 扶出点花是最好 夫人 夫人 快来 快来帮我看看 你说这条路铺的什么花样好呢 青石板啊 那不跟侯爷府一样了 这是休闲的园子 要有点花样 有点格调才好 夫人想扑什么就扑什么吧 二女呢 我把她安置在那边了 小侯爷 夫人 这是那个蓝宁公主 拿过来的兔子 她是人呢 她走了 那这兔子呢 对了吧 对 对了 得嘞 好 夫人 进屋吧 今天的兔子肉真好吃啊 公主送的兔子 只能不好吃啊 好吃 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 切身自小就不行 怪不得 怪了 真是你家口服也没有 羊肉的山味 兔子肉的土腥味 都受不了 还有 蓝宁公主身上的味道 切身也不太习惯 你别扯了 青石 你别扯了 他身上就是我们家 花露水的味 这天色不早了 回去歇息吧 我也有点害怕 是啊 这园子这么大 有事刚住进来 肯定会怕嘛 上来吧 好 走 让你不行 夫君 抓紧做卫生巾吧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 这个改良的方法 务力让你用上更好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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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让她听到我的声音 我害羞 夫人 这孩子胆小 你就陪她去尿一下 我 我也不敢 屁了 我来给二位夫人撞倒 怎么去尿尿的 快 这次装得不错 上次在侯府 你这左装右装装不好了 不错啊 有进步 有进步 小侯爷 夫人 大夫人 侯爷 你们这是 你们这是干吗呢 那个 钱管家吩咐让我们装置装置这园子 然后二娘子说了 这园子的院子它多 让都装上这侯府那样的土电话 你忙吧 你忙吧 你不保护我 公主 可不能进步 你们不要 看你 应该去不安靠 你自己想想想 你去因此 就这个 жизнь 那你也去不安靠 我去就能不能事 你这死天 那你去关上了 那你不不安全 你去关上了 就这我一个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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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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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你了 就是有成交 看来今天 你是不敢提防水啊 我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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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小侯爷 公主来了 快请 慢着 什么事 走 公主殿下 这位就是 我跟你说的 蓝陵公主 快给公主见礼 见妾给公主殿下请安 果真一个风流俊俏的美娇娘啊 见妾惶恐 蒙公主谬赞 王夫人客气了 今天来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一来呢 是见见新邻居 二来呢 也是看看我这仰慕已久的 大唐第一才女 对了 昨天我差人送来的兔子 味道怎么样啊 那可是我亲自捕获的 谢公主赏赐 公主送来的野兔味道鲜美 果然不同凡响啊 在下谢过公主的赏赐 对公主的厚爱 真是感恩戴德 一言难尽哪 好 快走 快走 照眉府给你耍一套 降妖除磨刀 小侯爷 秦晓公约到了 公主安康 夫人安康 四叶是来上课的 正是 坐吧 子豪兄 四叶兄 子豪兄 四叶兄这次来上课远了点 不烦躁吗 远虽远点 可是环境通幽景色依人 有何烦躁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请进 请进 公主请 今天我也掌掌见识 来听子豪上堂课 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的 还请公主指正啊 四叶啊 昨天布置的作业完成与否 好 是这样 爹 爹 为师忘了你的习惯 来一个 不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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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嫂子怎么了 是这样啊 昨日呢 子豪兄 留了作业 学生啊是 冥思苦想了一整夜 这一夜啊 我是 身不离坐 目不离梯 焉不离嘴 直至凌晨 一分不清窗外 是沉雾还是烟雾 辨不清是东南 还是西北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晨曦冲破迷雾的这一刻 学生也顿时拨云见日 提虽然解出来了 可这嗓子 也成了这般模样 哎呀 兄弟辛苦人 不敢不敢 为人民服务 那就把答案公布出来 给大家听听吧 回老师的话 这个作业 好像也是错题 嗯 错题 嗯 拿来我看看 老师老婆 这个题目我仔细地审了一下 这道题不是出错了 而是出身了呀 这道运用题应该用 二元一四方程来解答 嗯 以你现在的公益 还是解答不了 四爷啊 你应该好好审一下题 再仔细地思考一下 为师给你出这道题 目的 是让你对此类的题目 加深印象 好 拿笔来 为师给你解答一下 哎呀 哎呀 对呀 原来是这样的算法呀 快向子豪兄传授 秒算之术啊 今天这道题呢 咱们就算到这儿了 以你现在的进度 我看再有个一两个月 也不一定能解答出 但是为师要对你有一切忠告 这个求学之道啊 这个求学之道啊 讲究的是循序渐进 贪嘴嚼不烂 欲速则不得 所以四爷兄啊 切记 切记 学生受教 小胡爷可真厉害 嗯 是个有学问的人 嗯 比起小公爷呀 别有一番义务呢 哎 你想要一条内裤吗 二夫人 我想要你那种的 谢谢二夫人 小点声 你们讲课 那么 咱们今天就来潜谈一下 骑兵与步兵的战术 请子豪兄赐教 要知道 在整个战局上 骑兵的运用是至关重要 他的运用好与坏 直接关系到整场战局的胜败 乃至国家的存亡 那么 骑兵与步兵的战术 结合又是玄妙无穷 变幻多端 那么如何使骑兵与步兵 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今天 我们就 从一粒 经典的古代战役来分析一下 话说 秦赵 长平 说 小豪兄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杀戮过重 如果需要征服 那么杀戮 就是必经之路 一离人上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烧 这四句里讲的就是 斩草除根 小侯爷真是文武全才呢 会算数也就罢了 还会兵法 会兵法也就罢了 还会作诗 到底是咱大唐的侯爷 别看了 公主和小侯爷 可能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吃饭 你去厨房准备一下 我也要去采芡花 王夫人 这有你这大唐第一才女在 子豪耳濡目染 口才不得了啊 公主没有夸 梨梨园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烧 好了好了 今天咱们那个课程就上到这儿吧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 掌握你所学到的知识 用实践来磨练自己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重中之重 纸上谈兵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来 公主请 都坐吧 听说杜大人就要升迁了 是啊 其实调令上个月已经下来了 只是拢幼道冲哲府编制未定 一时难以交接 所以才一拖再拖 你舅舅做了兵部尚书 你也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公主见笑了见笑了 舅舅夫人兵部尚书后 按规定两个表格必须离开北亚府 这舅舅打算让我去顶一个 冲哲都尉的缺 也就要统领一千多人的队伍了 今日来就是与子豪兄商量商量 哦 思业既然打定主意 那就只管去 北亚府不乏沙场老将 乃藏龙卧火之地 岂是我等纸上谈兵之辈可及 此等前去 必当与同僚多多勾斗 以他人之长不计之短 才是求时之道 切莫自持身份 清高自恶 平日里对待士兵要言宽相尽 恩威并重 得其心才能夺其身 号令之下 无不报死而效命者 方能成为一代名将 切姬 谨听子豪兄教诲 小弟定然会身先士族 不负子豪兄厚望啊 身先士族当然是好事 但是身为三军统帅 要懂得运筹帷幄 治军讲的是手段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最大程度地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 必要的时候 要懂得使用手段 来获得士族的英雄 阵仗之上 更要不择手段 来置敌人于死地 对待敌人的人死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斩草要出根呢 今日本宫也是受教了 子豪真乃我大堂的人才啊 公众姑娘啊 谢公主垂顾 谢子豪兄教诲 谢嫂夫人的招待 您看咱们已经那个 酒足饭饱了 要不然 哦 我来搜搜 啊 搜搜 今日的课程 学生真是受教啊 还皮毛皮毛 子豪兄谦虚了 哎 你干嘛呢 公主好 小公也好 啊 呃 在下家中还有点事 就先行告辞 好好好 告辞告辞 啊 这小丫头模样挺俊俏的 是二夫人吗 还不快给公主请安 见妾给公主请安 免礼免礼 等等 第一次见 这个送给你 拿着 拿着吧 你跑哪儿玩去了 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快快回屋吃饭去 去吧 你也去吧 我送公主就行了 公主 公主慢走 去吧 一会儿我要去打币 小姐 我穿这些衣服是不是显着我腿短啊 不错呀 想穿个腿 不然就短 啊 夫君 穿成这样 是要上山行列吗 我想去庄子上转转 顺便练习练习 看看能不能打几只兔子回来 兔子 听说山里的猛兽不少呢 让二娘子陪夫君去吧 多个人还保险一些 不用了 蓝龄公主都能一个人上山打猎 我一大点原本怕什么人家女人都不怕 蓝龄公主 什么时候说过 她是一个人上山打猎的 咋没说过呢 刚刚席上 她不是说了吗 她去打了几只兔子 专程送到我们家来的 你都忘了 是吗 是啊 公主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是 这切身都忙糊涂了 这院子里的工匠还等着铺石子呢 切身得去看看 这铺什么样 我都还没想好 夫君一个人上山 可别划太远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吧 夫人 这儿 你把我扔掉了 你去个屁 你身子这么虚 在家好好待着 改天再去 你别以为 你刚才报元老黄 我就欠你的啊 我送往 送手 你再不从家我抽你了 晚上我让你一个人睡 喂狗熊 这山里边狗熊可多了 好了 我怕了你了 你 你 你今天先在家 我先去探探路 明天一早带你去 好不好 夫君 那个蓝莲公主没安好心 你离她远点 这丫头怎么说话呢 人家怎么就没安好心了 她总是偷偷看你 一看就知道 别胡说八道了 可不能这么猜忌别人了 那不就是明天答应带我去 你可别忘了 这蓝莲也太不小心了 熟透的女人了 怎么就是蓝莲公主 就叫个小丫头骗子给戳穿了吗 亏了还是从皇家出来的精明人 一点没水中 也不然 那二女也不是简单人 房泉莲的孙女 高阳公主的亲女儿 论遗传记忆 未必就比她蓝莲差 要是长到蓝莲这个年纪的话 二女长大可咋办啊